港姐50分钟不雅爱爱片外流!还传她当过圆娇妹赚钱,网民,这不就是TVB近期很胖的女星吗? 现在流行泄露短片摆上网,最近网络世界好精彩,各种不雅性爱短片相继浮出台面,娱乐圈也不例外。 近日,香港某校花女星,继2017年爆出原娇妹一云后,又被网友爆料,最近网络疯传的一则50分钟性爱影片,女主角就是她,加上过程中抛出一口广东口音,更让传言甚嚣沉上。 据港媒报道,4月底起,接连有许多网站,出现号称是这位笑花女星所拍摄,长度约50分钟的性爱影片,消息曝光,立刻在当地各大网站疯传。 这位F女星,曾是港姐,但作风直率,说话昏速不济,完全没有偶像包袱,也曾保粗口批评时事,2017年爆出原娇一云,事后也但并否认,强调亲者自轻,大辣辣的行为举止,反让她拥有许多死忠粉丝。 笑花女星报不牙骗外流,在香港各大论坛疯传,已有铁粉帮忙找真相,有人指证丽丽,影片疑似是大陆多年前,一名叫91椰子哥,公开的召集性爱影片, 女主角刚好是广东人,和网传的笑花港姐,根本不是同一人,也有人跳出来佐证,这不是好久前的片了。 另有许多看过影片的粉丝,只说一看就知道根本不是,因为女星本人胸部大多了,我看过,真的不是她,才让谣传止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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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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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�